英國金融時報十八號獨家披露 我國外交部長吳釗燮 以及國安會秘書長顧麗雄 將在下週訪美與白宮國安高層 舉行閉門會談 前一天同樣也是金融時報 獨家報導指出 美國國防部副助理部長蔡斯 已經率領秘密訪團抵達臺灣 儘管我國外交國防部門三間齊口 卻也令人質疑臺美機密訪問行程 怎麼會接連兩天遭外媒釋出 台美交流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說 相較於國安高層秘密會談 外交部就高調證實 美國四位跨黨派友台議員 19號組成訪團抵達臺灣 率團的是民主黨籍議員康納 他在去年提出強化臺美公衛合作法案 已經順利進入立法程序 至於共和黨籍的剛薩雷斯 則在兩年前就造訪臺灣 這回再度組團前來 也展現堅定挺臺的精神 相信康納等四位眾議員 將能透過此行 更深入了解臺灣的現況 攤開這次美國國會訪團 五天四夜的行程 一行人抵臺隔天 就要與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會面 緊接著拜訪立法院 跟院長游錫坤還有朝野立委會談 接受五宴款待 重頭戲二十一號 將進見總統蔡英文 此行主要聚焦加強臺美產業 以及就科技合作交換意見 當中其實有幾位議員 是眾議院目前剛成立的 美中特別委員會 也就是所謂的 中國事務特別委員會的成員 所以當然也就格外受到重視 繼傳出臺美國安高層互訪後 再由美國跨打派眾議員陸續訪台 也彰顯臺美交流 密不可分 近新聞許家瑞 許容廠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